我決定退出2024年這場立法委員選舉 看到我的對手持續利用受害者的苦痛 進行雙重標準的政治操作 淪為政治口水跟抹黑 作為督導部門的當初的長官 我仍然應該要以更高的標準贖起政治責任 所以這個制度缺失 也離心了我並沒有吃案或包庇 但我想作為督導部門的當初的長官 我仍然應該要以更高的標準负起政治責任 那就如同我在報告出爐後說明的 如果我們當時候能夠及早察覺這個制度的缺失 予以改正 那我們或許能夠更進一步 更早的提供一個更友善的環境 這段時間以來我很遺憾看到我的對手 持續利用受害者的苦痛 進行雙重標準的政治操作 讓原本應該被聚焦的制度改革 以及如何協助受害者的討論 淪為政治口水跟抹黑 針對這樣的攻擊 我當然可以持續的和對方來回攻防 但我想這樣的選戰繼續進行 傷害的只會是受害者 以及這場運動 這些性貧事件的爆發 代表的是這個社會成而已久的議題 但這也是這個社會集體重新學習的機會 我希望我的退選 能夠讓這場性貧運動 不再受到其他政治口水攻防的干擾 也希望整個社會能夠聚焦在未來的制度改革 以及我們如何能夠達成一個更平權 更互相尊重的社會